各位中文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件专列 我是郭杨子 欢迎您好 收到商议头条关注到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一所小学在24号上午发生了枪击案 有19名的儿童还有2名的成年人被杀 另外有3名的伤者 情况严重 枪手现场被击毙 警方说 遇害的都是2到4年级的学生 以美国的学制估计 年龄一般是在7到10岁左右 而枪手正式为18岁的拉莫斯 是当地居民 警方正在调查他的行凶动机 美国媒体报道说 这已经是今年第39起校园枪击案 美国总统拜登在从日本返回白宫之后就枪击案发表了讲话 也下令所有的公共设施在星期六日落之前将半起致癌 这起校园枪击事件 当地时间上午11点32分 发生在德州南部城市尤瓦尔迪的罗布小学 大批警员事后赶到现场 封锁周边道路 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到场加入调查 从校园疏散出来的学生被安置在了市民中心 不断有家长抵达确认孩子的情况 但也有学生家长联系不到孩子 决定赶到学校 但仍然一无所获 德州州长阿伯特说枪手手持手枪也可能是一支步枪走进校园胡乱开枪 打死了校园内的教师及学生 之后被赶到的警员开枪击毙 有两名警察在交火过程中被击中 但伤势并不严重 枪手证实为18岁的拉莫斯是当地居民 警方正在调查他行凶的动机 网上流传的一段监控画面 怀疑拍摄到了他闯入校园的一刻 有德州当地的参议员向媒体表示 拉莫斯在刚满18岁时购买了步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则引述知情人士称 拉莫斯在前往案发校园之前 先在家里向他的祖母开了枪 警方说遇害的都是2至4年级的学生 以美国的学制估计 年龄一般在7至10岁左右 有当地医院发声明指 正在急诊室治疗15名学生 邻近的圣安东尼奥大学医院 则收治了一名66岁的女性和一名10岁的女孩 两人都处于危重状态 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在空军一号上 听取了事件的简报 他下令白宫和联邦政府建筑 向办起致癌 协议禁与州长阿伯特通话 表示联邦政府将提供任何当地所需的帮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白宫的官员就向媒体透露 总统拜登在从日本回国的路上 坚持要在24号的晚上 就向全国的民众发表讲话 并且在空军一号上撰写了演讲稿 为讲话进行准备 副总统哈里斯也在既定行程当中 临时针对枪击案件发表讲话 表示对枪击事件已经受够了 刚刚结束对日本的访问 飞回美国不久的拜登 24号晚就德州发生的校园枪击案 发表讲话 拜登说全球各国都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也都就国内问题存在分歧 但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像美国这样频繁地发生枪击案 他表示为反复发生枪击事件感到厌恶 拜登说枪支制造商近20年来 极力推销攻击性武器 成为了其主要的利润来源 他强烈呼吁美国民众抵制枪支游说 行动起来支持控枪立法 为什么我们不断生这种狠狠 为什么我们不断让这种事 我们在神的名字是我们的背后 我们有勇敢和站在参加选拨 是时间变成这种痛恨 为每个父母 为每个国家都在这国家 我们必须让每个选择官员 是时间变成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在既定出席的活动上发表演讲时 临时在开头提到了 德州不久前发生的枪击事件 他形容大家经常在这种情况下 说自己感到心痛 但随着此类事件一次次发生 人们的心其实已经不断地碎裂开来 他同样表示 美国人民必须鼓起勇气 采取行动抵抗枪支暴力 我认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跟互相同 足够是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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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德州枪击 来电工作消息 立刻连线给我们人在美国站的记者 杨平俊 平俊午安 你好 湘宇 平俊 针对这起枪击 你掌握到了哪一些更新的细节 另外拜登跟哈里斯都不断地强调 希望能够促进枪支立法 这些谈话会不会沦为空谈 对于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了 有效吗 好的 湘宇 目前为您来掌握到 这起安情的执行情况 虽然目前这个作案东西 仍在调查当中 但是有关于嫌犯的信息 正不断地被揭露 而嫌犯确定是来自于 当地拉丁裔社区的居民 那嫌犯的以前同学已经公开表示 在事发前的四天 嫌犯曾发了自己持有枪支 和装满弹药的照片给他 这位同学表示 嫌犯在学校因为衣着和家庭的 经济状况受到了其他的嘲笑 后来渐渐地就不去上学了 那根据CNN的报道 那么嫌犯在当地的一家 Windy's连锁快餐厅上班 那么当地的经理也表示说 嫌犯在餐厅的时候 从来不跟别人说话 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那根据国土安全部门的表示 当时事发时 他们在第一时间的工作人员 抵达了现场 站在了嫌犯 跟受伤害的小朋友中间 吸引住了嫌犯的注意力 保护了更多的学生 免受于伤害 那罗伯小学的枪击案是自10年前 来自康尼迪克州的 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以来 美国小学发生最致命的枪击事件 那就你刚刚谈到的 这次所谓拜登以及哈里斯的讲话 是否能够改变一些枪击情况 而目前两党的这个争吵的部分 同样也是关于 对于构枪者的一个加强 背景调查的部分 纽约州的民主党的众议员 科尔特斯的指责 民主党人要为枪击事件来负责 而共和党人的质疑说 民主党人的宽容执法当道 让更多已经被关在牢里的犯人 和重罪犯都被释放了出版 也让更多患有精神 严重精神疾病的人都未被控管 这也是造成目前枪制治安败坏 和枪制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两党就这个问题 依旧是一个 算是一个口水战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也期待 在这个口水战之后 能够做一些实际的作用和政策 能改变当前越发严重的治安问题 以上是现场掌握这些情况 下个镜头将还给香港 再次谢谢平英俊 降半期治癌 不过也挽回不了19名儿童的生命 还有另外的两名成年人 在这一起德州枪击案 被杀死的一个命运 接下来我们后续还有更多报道 那么关于这一次的德州枪击案件 美国媒体也报道说 已经是今年的第39起校园枪击案了 也是再度的引起了社会的震惊 现在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23号刚刚发表的报告就显示 2021年全美共发生了 61起由活跃枪手制造的枪击案 比2020年上升了52.5% 报告显示除枪击案 这61起枪击案共造成103人死亡 140人受伤 伤亡人数较2020年上升48% 死亡人数则创下2017年以来新高 这61起案件分别由61名枪手所为 其中一名是女性 枪手年龄最小得12岁 最大得67岁 美国近年发生的最严重校园枪击案 要数2007年4月16号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裔学生赵承熙 冷血射杀32人后吞枪自尽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死伤最严重的校园血案 2012年12月14号 康涅狄格州也发生严重校园枪击案 一名枪手闯入母亲任教的小学 枪杀至少26名失身 其中20名是6至7岁的小孩 枪手母亲也在事件中丧生 枪手最后自杀身亡 2017年5月3号 德州欧文市北湖学院 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两人死亡 警方怀疑枪手杀人后自杀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一所高中 2018年2月14号发生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十多人受伤的枪击案 警方确认19岁男嫌犯 曾经在初次学校就读 但此前因纪律问题被退学 在2021年5月 爱达河州里格比 一名初中女学生 6号携枪回校枪伤 两名学生及一名职员后 一名女教师冒险将女学生制服 直至警员到场将她带走 2022年2月1号 明尼苏达州市交易所学校 两名学生在学校入口中枪 送一抢救后一死一危重 枪手在行凶后逃逸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韩国军方表示 韩美进行了联合演习 包括地对地导弹测试 另外动员了30架F15K战机 进行训练 而目的是为了展示面对挑衅 有强大能力进行精准打击 另外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在25号就表示 朝鲜当天是向半岛东部的海域 先后发射了三枚 类型不明的弹道导弹 韩国总统尹熙悦 就此召开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国安会也强烈地谴责 朝方试射是重大挑衅 本次发射 据韩美领导人会谈 仅过四天 美国印太司令部就表示 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 仍然坚定不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朝鲜方面在25号凌晨 六点到七点的一个小时之内 从平壤顺安一带 朝东部海域先后发射 三枚弹道导弹 其中一枚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 射程为360公里 射高540千米 第二枚达到20千米高度后消失 发射可能失败 第三枚飞行760公里 射高60千米 联合参谋本部称 以加强监视 和戒备态势 同美方保持密切合作 做好万全准备 韩国总统射熙悦当天上午 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射熙悦指示 落实韩美延伸威慑之行力 国安会并强烈谴责朝方施射 是重大挑衅 美国印太司令部回应称 朝鲜的导弹施射 凸显了其非法武器计划的 不稳定影响 还强调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 仍然坚定不移 朝鲜本次发射距离韩美领导人会谈 仅过了四天 而就在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刚刚结束 他的亚洲之行 在拜登和尹熙悦的会谈中 双方同意举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拜登还承诺动用所有力量 向韩国提供延伸威慑 分析认为 朝鲜这次试射 或是针对韩美首脑会谈的结果 也有观点指出 朝鲜此举是希望在国内 发热病流行和经济困境的背景下 对内提振士气加强团结 凤凰卫视风和报道 日本防卫大陈安幸福25号 回应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 他指出了不能忽视朝鲜在 核式以及导弹技术的发展 昨今の北朝鲜による核ミサイル関連技術の一重支援発展は 我が国及び地域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緩和できないだけでなく これまでの弾道ミサイルと 日本防卫大陈安幸福25号 ウクラン總統 泽林斯基发表的讲话 指出随着俄军加大火力 盾巴斯多地形势严峻 而乌军当天又首次公布 有关使用弹簧刀无人机 瞄准俄罗斯阵地的视频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24号晚发表例行讲话 他指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 都未能预见乌克兰能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抗争 而这三个月也改变了外界对乌克兰的看法 泽林斯基又嘲讽 俄防长当天早些时候 有关为避免平民伤亡 放缓进攻的说辞 斯尼斯基呼吁外界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他称这是维护世界稳定 防止俄罗斯带来更多严重危机的最佳投资方案 斯尼斯基表示 在2014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发起行动 俄罗斯就在不停地做出致命错误决定 也逐步将其带往历史性的衰弱 斯尼斯基又指 俄军当前投入大部分兵力进攻顿巴斯地区 包括雷曼 北对涅茨克 斯拉维扬斯克等地 而乌克兰军方则在24号 首次公布乌军使用外国制造的 号称神风赶死队的弹簧刀无人机瞄准俄罗斯阵地的画面 乌军方称在战斗中频繁使用这款无人机对抗俄军 也说明了在外国伙伴的帮助下 乌军在前线取得的积极成果 而美国在4月就曾向乌方移交100台弹簧刀无人机 顿巴斯站台交着 位于卢干斯克州西部的北对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人士主战场 消息指俄军正从三个方向朝其推进 卢干斯克州长表示俄军持续用火箭追击炮坦克等猛烈进攻北对内茨克 他又斥责俄军计划彻底摧毁北对内茨克 消息指青俄派24号也朝北对内茨克发射自行榴弹炮 希望迫使乌军投降 在白河木特一所坐落于居民区的学校24号也遭到轰炸 地上除了瓦砾还有学生的笔记本 索性未有人员伤亡 随着俄军加紧攻势 当地也从上周起遭到更高密度的轰炸 小镇多数居民都陆续乘搭志愿者驾驶的小巴 逃离至其他城市 而在日前被俄方控制的马里乌波 其市长顾问就形容当地犹如一座鬼城 空气中都是死亡和燃烧的气味 他初步估计有至少两万两千名军民死亡 而余下留在城内的军民自由受限 他又指责俄方 要求从太平间认领死者尸体的人 必须录制视频 表明死者为乌军杀害 这严重影响重新肮葬死者的进程 峰河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双方在马里乌波尔压缩钢铁厂的战斗已经结束 乌军在钢铁厂地下驻守了超过80天 外界对场内的情况充满了疑问 一起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独家现场报道 这段录像是今年4月底 我们被首次允许进入到被民兵组织已经占领 马里乌波尔亚述斯塔尔钢铁厂的一处地下的公式内 民兵组织的新闻官表示 类似于这种的公式 在马里乌波尔亚述斯塔尔钢铁厂有七十余座 这只是这些公式中的地下四层的建筑之一 在这些公式里 我们可以见到有许多乌克兰军队 在遗弃阵地时留下的物品 当时由于乌克兰守军仍然在钢厂内 与民兵和俄军进行激烈的抵抗 这段录像没有被当局允许公开的披露 我们现在呢 位于马里乌波尔的钢厂的一处地下的公式 可以看到这些地下公式 相当的建设的完美 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呢 在这里遗弃了很多的这种服装 不是没有 这些东西也放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在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他也放在这些东西 马里乌布尔的亚述斯塔尔钢铁厂的战斗经历了80多天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和民兵组织已经结束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的行动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一万萨维报载中 在马里乌布尔亚述斯塔尔钢铁厂的报道 就在马里乌布尔被俄军占领之后 目前俄军的工兵已经开始清理海边还有钢铁厂的大量地雷 5月23号俄军的工兵在清理海边的矿山时有四人受伤 但是有100多枚的地雷也被清除 目前他们正在工厂靠近亚述海海岸清除部分没有爆炸的地雷 俄罗斯南部军区的海岸工程和国际排雷中心的专家表示 在排雷的过程中一旦发现了未爆的弹药必须要当场拧爆 一些复杂的弹药也要被装上架空的炸药进行拧爆 在销毁亚索斯塔尔工厂的排雷的工作中 机器人排雷设施乌拉尔6型被广泛地进行使用 据专家们介绍 迄今为止排雷的专家已经清除了亚索海海岸50多公里的沿岸 并拆除了300多件不同寻常的弹药 专家们强调 自今年5月初开始排雷的工作以来 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国际排雷行动中心的专家们 总共在当地排除了6000多件的爆炸物 在北斗尼茨克的前线 俄军控制了新区之后 并开始重建铁路的路桥和其他的公路桥 在工程的第一阶段 俄罗斯中央军区的工兵旅 被统一分配任务勘探被炸毁的路提 并进行铺设铁轨 并填塞公路的路桥和被拆除损坏的桥梁单元 专家们对于沉重的金属结构 还要进行点对点的爆破清除 拆除之后 为了使桥梁能够迅速地恢复功能 专家们还不得不削减桥梁的承载的结构 并在清理河床之后建造一条新的路桥 中央军区的路桥 中央军区的路桥梁 当然了我们也是在这个区域继续在关注着 特别是敦巴斯北线的这种战况的发展 那么以上的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一万萨维报载中 在敦巴斯北线的报道 自尔乌战争开始以来 很多的乌克兰资产也遭到了损毁 随着战争的持续 效损的资产数额也一直在不断的上升 乌克兰总统经济事务顾问奥列克·乌斯金科 24号在乌克兰国家媒体中心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乌克兰的综合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近一万亿美元 5月24日乌俄战争已经持续了三个月整 俄罗斯导弹连续不断的袭击 加上双方炮火相互攻击 乌克兰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 民用建筑 学校 医院遭到彻底的损毁 乌克兰工业农业集中的东部及南部地区 领土部分被占领 部分沦为主要战区 供应企业转强几回忆 在这些亿内人们的贻益只在赌幻底 只在赌幻底�上 而来到100兆的金融 现在我们说我们对Brown 对我们的贻益比较近650兆的亿空 令人 life高 en4-4,5% 来到财号我们的财产 乌斯金科还表示 乌克兰国家重建计划正在进行磋商中 但已经达成共识 俄罗斯必须支付乌克兰损失的每一分钱 至于资金来源 他也做了相应解释 在厚内的国家庭上升 有些改变的改变 在厚内的国家庭上升 在厚内的国家庭上升 会把改变的国家庭上升 会将会设到所谓的 所谓的公司 会将会设到并不少 150 mld đl И за различными оценками, мова йде про несколько сотен додатковых, несколько сотен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хованы в мире, и которые сейчас, называется, трекингуются, несколько большими группами. Мы будем знать ценность этого кошек, и против этого кошек, будут выпущены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бурговые запозишения, бурговые расписки, распродан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финансовом рынке. И уже тогда, сразу можно будет залучать кошки в фонд «Видновлення Украины». УС-Кинка还谈到,其他帮助 Украины恢复经济的资源, 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几个工作者正在置顶, 帮助 Украины恢复经济状態的结果. «Видновлення Украины恢复经济» «Видновлення Украины恢复经济» 法案除了制裁 «不友好国家»的媒体, 还禁止散播已被取缔媒体的文章和其他材料. «不友好国家»媒体驻俄罗斯的记者, 有可能因此失去报道資格. 西方多个国家,自俄乌冲突以来, 取缔了俄罗斯RP、卫星通訊社的媒体. 俄罗斯作为反击, 也相应取缔了多个西方国营媒体.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 对俄前驻联合国外交官邦达列夫 最近的辞职声明发表了评论. 佩斯科夫称其不再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而是反对俄罗斯. 邦达列夫自2019年以来, 一直担任俄罗斯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 因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于本周提出辞职,并且发声明称, 以自己的国家为耻。 而佩斯科夫周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邦达列夫对俄罗斯领导人的政策持有批评态度, 但这些政策都实际上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 也因此他是在反对本国的集体意见。 佩斯科夫说, 暂时没有研究邦达列夫发表的公开信, 也建议媒体向外交部寻求进一步的评论。 上号回来继续关注的有, 美国证教会官员指出, 中美就中概股审计的谈判取得进展。 在江苏常州有一个居民楼发生了爆炸后坍塌, 造成一丝误伤。 在关于财经, 这个业的美股表现分化,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走出了整顾行情, 而日本股市午后有跌转升, 台湾股市重返了一万六千点的整数关口上方, 而韩国股市则升了大约0.8%。 内地胡申两市从样走出了窄幅震荡的行情, 当中港口航运板块领钱。 互指中午报3088点, 上升17点, 升幅0.58%, 半日成交2051亿人民币。 深乘指中午报110082点, 上升16点, 升幅0.14%, 半日成交2599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3点, 随后反复上扬, 科技指数在4000点整数关口时而复得。 互指中午报20240点, 上升128点, 升幅0.64%, 半日成交532亿港元。 另一方面, 美国限制俄罗斯偿还外债的能力, 企图要加深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的机会。 美国财政部就宣布了, 从25号开始禁止当地的银行还有个人接受俄罗斯政府偿还债券的管项, 而美国原本在加强制裁俄罗斯之后, 提供了相关的豁免, 但限期在周二届满。 俄罗斯在周五要支付1亿美元的境外债务利息, 全年也需要偿还大约10亿美元。 但是有分析师就指出了, 俄罗斯国债持有人, 多数应该是在欧洲, 应该不会受到美国的禁令影响, 也预料俄罗斯要正式的陷入债务违约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表示, 中美两国在就美国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合规谈判上取得了进展。 美国证教会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费希尔就表示, 在关于中国内地和香港进行审计检查的谈判上, 肯定取得了进展, 但即使中美双方就审计合规签署了协议, 也只是第一步, 因为美国仍然需要进行现场检查审计抵稿, 存在的问题也要解决。 他认为, 如果中国公司无法遵守美国的规定, 就应该从美国的交易所退市。 美国证教会旗下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需要在今年11月22号之前, 完成对在美国上市企业的审计抵稿检查, 才能够感激美方避免退市的最后期限。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再看到是在24号的晚上8点45分, 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区的一栋, 两层半居民楼发生了爆炸, 并且导致房屋倒塌, 被困的6个人在凌晨全部被救出送医。 其中三人轻伤, 两人重伤, 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初步排查, 事故原因是当事人使用瓶装液化器操作不当, 导致泄漏引发爆炸, 也是造成了坍塌。 而房屋面积100平方米左右, 附近的商户表示,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巨大, 也是冲掉了至少5家商户的门头。 而事故的具体原因和商户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在天津市和平区从5月25号的零点钟开始实施了全域静态管理, 暂定为期三天, 而期间全区实施非必要不流动。 人员管理方面, 严格落实非必要不出小区, 非必要不出街道, 非必要不离区要求。 而疫情防控的必需人员和保障市民生活 与城市基本运行的相关单位人员实行两点一线。 天津市25号在全市范围展开新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在上海方面, 上海市政府就通报了24号的0到24点钟, 新增了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44例, 还有无症状感染者343例, 其中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并不是在隔离管控当中所发现的。 此外, 上海通过立法为疫情防控采集个人信息, 提供法治支撑。 上海官方通报, 24号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目前在院治疗重型患者134例, 为重型34例, 社会面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其居住的家定区, 局员新区永静路898弄北区, 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目前的该人员已经转运到方商医院, 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经留学病学调查显示, 该人员14天内没有离开过剧院新区, 除居住地外, 曾经在小区周边散步, 到过位于环城路762路信业购物中心的 结脉龙新品超市。 根据最新筛查结果, 上海封控涉及人口数进一步调降为39万人, 而针对部分社区拒绝城市保障人员, 方舱医疗人员和志愿者回家的情况, 官方表示, 医院工作人员返回社区要进行5天集中隔离 加5天居家隔离, 城市保障人员要求进行10天集中隔离, 对符合要求的相关人员回家, 各社区要避免拒绝。 各区要根据市防控办要求做好政策解释, 多数接证加强对基层的工作指导, 避免出现居村委会、物业等阻拦、 拒绝、拒绝上述有关人员返回的情况。 24号,上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城市运行 一网通管建设的决定。 这次立法为推进场所码或数字哨兵等 个人疫情防控信息和验措施, 提供有立法制支撑。 同时规定, 采集的个人信息均用于疫情防控需要。 富豪卫视黄奈何超, 上海报道。 香港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在25号 讨论了立法会大楼扩建工程, 追加拨款3.9亿元, 由大约11.7亿元增加到了15.6亿元。 民间联主席李慧琼等多名议员表示, 短时间内申请额外拨款, 市民难以接受。 去年的9月, 去到现在经过9个月的时间, 就再来增幅3.9亿120万, 市民是很难理解, 还有是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已经要额外拨33个%。 为什么会超出了三成多的预算呢? 我们都想了解一下是哪个估算呢? 自己有没有检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 还有将来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情况再次发生呢? 建筑署署长何永贤回应说, 立法会扩建工程属于独一无二, 只能在夜间以及假日进行属于马拉松式工程。 政府当初做估算, 以用了最复杂的医院工程作为基础, 再用夜晚工程的价钱来做估算。 但可能是当时的估算不够大胆, 导致需要申请追加拨款。 而对于议员的质疑, 他表示相信没有违标的情况, 如果日后的工程的要求没有大变化, 不需要再申请追加拨款。 香港东铁县过海段通车一个多星期, 港铁被问到会否考虑取消头等车厢来增加载客量。 港铁表示, 从数据来看, 东铁县的服务能力应付需求。 东铁县的头等服务, 大家知道东铁县的头等服务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也很受乘客的欢迎。 东铁县过海之后, 我们发现乘客也有很多很大的需求想用头等的。 所以我想我们都要兼顾不同乘客的需要。 至于整个东铁的服务来说, 我也亲身去看过, 也都每日都有看过在不同的时间, 整体我们是足以应付乘客的需求的。 另外,港铁京中站24号早上8点46分发生事故, 一列东铁县列车抵达终点站京中站, 乘客下车之后, 在隧道掉头期间, 车长留意到列车上是有设备故障, 随即通知车务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将列车从主行车线移开。 处理事件的期间, 来往红堪到京中站, 一度要延长到15分钟一班车, 大约45分钟之后, 服务也陆续地恢复正常。 港铁25号的早上向记者解释, 事故是因为列车的监控系统发出了错误警报, 检查之后列车的操作一切正常, 强调新系统还有设施也需要时间磨合, 会不断地改善服务。 香港今年将迎来回归25周年, 康文署本月期至今年年底将会举办一系列的文化艺术还有康体活动。 详细的情况如何呢? 连线给正在尖沙嘴九龙公园现场的记者郑军之, 金珠无安。 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将会有哪一些的活动安排呢? 好的,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25个生日。 距离这个大日子还有不到40天的时间。 我们知道昨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 此前由于疫情原因被搁置或取消的 25周年庆祝活动也将可以重启。 那至此之际呢, 香港康文署也是宣布, 此前由于疫情原因被搁置的这些活动呢, 将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得以重启, 将会举办一连串的大规模文娱庆祝活动, 其中呢就包括多场的演艺加年华。 另外市民在7月1号当天也可以免费的使用游泳池、 体育馆等康乐设施。 与此同时, 康文署也将在全港的一些指定的公园, 布置以庆祝回归为主体的花墙、 花海以及特色的花圃, 共市民在炎炎夏日, 徜徉花海打卡留念。 今天上午我们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九龙公园, 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体育馆附近呢, 已经有成片的花圃和花床正在布置的过程当中, 那么昨天呢, 九龙公园的管理方面也是向本台透露, 这些的就是紧张的筹备工作目前正在有序的进行, 预计本月底将会结束所有的布置工作, 六月初九龙公园将会以全新的姿态向市民呈现。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朋友。 再次谢谢军机, 看来六月初我们得请个假去排队打卡了。 一起期待吧。 接下来要来关注到是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五年之后呢, 美国总统拜登23号在日本和印太地区12个国家的领导人宣布了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而新框架如何与亚太现存经济框架共存和竞争呢? 一起来看本台记者从华盛顿发回来的美国观察。 美国和印太12国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旨在通过在供应链、清洁能源和数字规则等全球问题上展开合作。 这是2017年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政期间,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 拜登政府为与亚洲国家建立经济关系, 做出的最野心勃勃的尝试。 新框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 与TPP等现有经济合作框架共存。 白宫表示, 新框架所涵盖的国家共占全球GDP近40%, 加入新框架的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 以及东盟十国中的七国, 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此外还有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而这12个国家中有5个是TPP成员。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23号表示, 他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加入TPP, 并称这将具有战略价值, 能够加强美国与亚洲的联系。 但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 这种希望在华盛顿似乎是不现实的, 任何全面的环太平贸易协定, 要想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都将面临重大障碍。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 印太经济框架不需要国会批准, 从而避免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 但寻求达成不需要国会意见的协议, 向其他国家发出美国不打算做出重大让步的信号。 除了平衡成员国利益与现有经济合作框架共存的挑战外, 新框架的实质性也遭到质疑。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 新框架主要从拜登政府更广泛的贸易议程中 引导主题,优先考虑公平和包容性贸易, 可持续性以及数字民主蓬勃发展的必要性。 而除了拜登政府已经发出的信号外, 新框架几乎没有任何新细节。 印太经济框架将专注于四个政策支柱, 互联经济、弹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 成员国可以选择加入一个或多个支柱, 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计划如何与合作伙伴一起追求或实现这些目标, 或者拜登政府将能够提供哪些具体激励措施, 作为激励合作伙伴之间更密切合作的谈判方法。 此外,尽管有12个国家签署了启动协议, 但仍不清楚哪些合作伙伴将加入哪些具体政策支柱。 虽然已有12国承诺参加初步的范围界定讨论, 一旦谈判开始, 这种对框架的广泛热情是否会继续存在,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另外,目前也不清楚哪些国家最初决定不加入, 但最终可能会被说服参与谈判。 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 表示有兴趣加入的国家将选择他们将参与谈判的支柱。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天, 与所有参与启动的国家召开部长级峰会, 以确定整体谈判范围, 按支柱分组并开始谈判。 拜登政府希望在12到18个月内完成每个支柱下的谈判, 将于明年11月由美国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 被许多人视为最终敲定框架协议的非正式期限。 尽管美国官员声称, 新框架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议的新合作方式, 不过与2018年底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生效的TPP不同。 印太经济框架不包括谈判降低关税的计划, 也不包括清除市场准入壁垒的广泛措施。 美国专家认为, 拜登在亚洲的关键问题是, 他受到美国国内贸易政治的制约, 亚洲国家想要的恰恰是拜登无法提供的, 及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如果没有更大的美国市场准入的承诺, 区域合作伙伴同意美国高标准的重要动力就会消失, 缺乏执行机制也限制了美国在框架中确保其利益的能力。 以上就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美国五个州在周二举行了初选投票, 其中在佐治亚洲的共和党州长初选当中, 竞选连任的现任州长坎普, 轻松地击败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前共和党参议员博杜, 而赢得了共和党州长的候选人提名。 坎普在亚特兰大发表胜选演说, 他没有提及特朗普, 只表示共和党人不应该被噪音分散注意力, 需要全力以赴迎战州长选举, 与民主党的候选人来依较高下。 坎普获得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的支持, 但因为在2020年大选后, 没有配合前总统特朗普推翻大选结果, 而遭到特朗普抨击为民意上的共和党人。 他将会与民主党的对手艾布拉姆斯争夺下届的州长职位, 到时候或将重演2018年的那一场激烈对决, 当时艾布拉姆斯仅以窄幅的差距输掉了州长选举。 朝中社25号报道, 截至24号下午6点的24小时之内, 朝鲜新增11万5千多例发烧病例, 相较于前一日是减少了1万8千多例, 痊愈病例19万2千多例,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自4月底至今, 朝鲜累计报告发烧病例超过306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68例, 痊愈274万多例, 仍然是有约32万尚在接受治疗。 这也是朝鲜连续第三天, 发烧病例数是保持在20万以下。 常媒称, 境内新冠肺炎疫情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 认为疫情已经获得控制。 媒体对接种疫苗的立场, 也是从先前的必须接种, 改为了不必接种。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再会。 再会。